好 各位 這邊我們也稍微整理了一下 他們常用的追求方式的前三名 等一下 大家有碰到類似 可以拿出來講 好不好 第一個 花錢如流水 打洞芳心 各位 有碰過類似這個方法 來 Amber 我的是 就是 它是就是洞洞 就是會有一筆一筆 一疊一疊的錢 然後它就是三不五十就是會 就是會給你當零用錢 Amber 與故二代男友 交往僅兩個月 對方就能將一疊一疊的鈔票 供她花用 財力相當驚遠 這種應該算包養了吧 是不是 對啊 每個月給你幾萬塊嘛 它是當零用錢 當零用錢 那錢是捲起來的 用橡皮筋捲的嗎 墨西哥獨銷 就是外面那種 上面有按 就是那種銀行張圓的那種 一塔十萬 那是一疊十萬對不對 這應該是阿伯吧 現在都是信用卡囉 不是 他們年輕人 一次給你十萬就對了 就是 就是抓幾十萬 抓幾十萬 這怎麼床頭櫃就有一落在那邊 隨便這樣抓 它放在後車就是 後車廂 詐騙集團的 對 剛交易完毒品拿到現金 千萬要隨身期待 你拿過最多的一筆是多少 我沒有拿 因為它是我男朋友 我覺得拿很奇怪 對啊 車直接開走啦 你沒有拿那個錢啊 我沒有拿那個錢 他給我的時候 我當時還有點生氣 對啊 你把我當什麼 就是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男朋友怎麼會這樣子 對啊 好 關於這個錢的還有誰 客人 就是有一陣子我沒工作的時候 他也是一次給我六位數的 這位陳可賢的富二代男友 目前經營網絡公司 剩下至少破十位數 出手也相當過多 這是交往嗎 這個 對 這個已經在一起了 可是就 那時候那筆錢 我原本是想要退回給他 我問他說你銀行帳號給我 我直接我退還給你 他說我不要 他是富二代嗎 對 多付啊 多付喔 據說應該他 我問過他自己啦 他說光他自己 他現在住的房子 他說財產 如果他爸留給他那些 他不算 他的房子跟他的 房子大概就五千萬了 五千萬跟富豪來講 差點而已 對 真的 然後他的遺產 我是不好意思問啊 應該可是好像也是有破譯的 但是多少就不在乎了 每個人胃口不一樣嘛 對 對 你比較太小 對 對 我胃口太大了 蜻蜓 那時候他就 會寫支票 接下來這位蜻蜓 家族在澳門經營賭場 為了商業利益 與富二代男友交往 故事宛如電影情節 支票嘛 他還有那種黑衣卡 就是信用卡 他會跟我說就是 你想要寫多少就寫多少 開支票給你 可是 對 可是我那時候我想就是 不拿白不拿嘛 對 因為我跟他不是真感情 因為我跟他是家族 家族背景 就是相似 他媽媽想要找一個漂亮的女生配他 因為他們家本身環境也非常不錯 對 開賭場 對 所以就 他家開賭場的 對 你家開賭場 對 在澳門那邊 在澳門開賭場 對 所以之後就 我媽媽 因為那時候說 他兒子在學校認識那個女生 可是他那個女生是非常醜的 因為我回去問過學校老師說 他是全級公認最醜的一個女生 就可以到大家都公認他最醜 對 爆牙又黑又矮那種 可是 沒有這麼樣子的老師 還敢 不是 那個他喜歡的女生 就是那個富二代喜歡的女生是這樣 然後他媽媽知道了 他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阻止他們 他說 怎麼找一個那麼醜的女生 來配我們家兒子 怎麼可能 然後就 可能搭線就搭到我家裡來 然後就 找我去幫他兒子補習 那就借補習的名義就是相親之食 補習是補哪一顆類啊 健康 健康教育 就是 所以 就是你想要補什麼就補什麼 好怪喔 好怪 我媽媽還講了一句話很爆 她說 你可以補習補一補 我嫁進她家裡更好 她說我媽媽是這樣跟我講的 然後去補習 然後補 可是因為她 就是富二代也有自己喜歡的女生啊 所以我就覺得 反正就是你給支票給我就好啊 那我就寫 就寫寫寫 最少六位數嘛 寫小小寫一點說我不貪心 然後我就再寫多一點 然後她就 隨你寫啊 反正就是我媽媽的 我管她的 就你喜歡就寫啊 就你寫了多少那張 反正七位數字 港幣 對 100萬港幣就是 500了 快500了 對 快500了 你就這樣拿啦 那假線港幣才沒有到1比5了 1比5了 1比4 1比4 但你寫了100萬就對了 對 那你拿那個港幣真的兌現啊 兌現啊 對 有啦 可是 我那時候有暗戀的男生 然後我就 就是 那是拿來幹嘛 就是拿來就是 就是拿來自己畫自己用的東西就好啦 就騙她 就去貼我喜歡男生 拿那個錢她去包養她喜歡一個暗戀的人 好可怕的女人喔 真的真的 有一些女生走這種路線的 蠻厲害的 欸你們現在不要想喔 你們覺得有很多男生是包養女人的喔 其實現在有的女人她是一個人讓好幾個人包養的 你知道嗎 重複包 我真的 你知道就譬如說 有一次我的女朋友她是正公 然後她老公帶她去吃飯 結果全部人帶的都是小三 你知道嗎 然後大家就問說 哎呦你老公怎麼樣 他意思說 你們跟我是同 就是我們是同樣的 他說 我有四個老公 然後在那裡說 哎呦我有三個 你知道 什麼什麼什麼 他們都安排得好好的耶 一個國家一個 對 各位 還有其他的方法 還有 讓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條這麼起 出門搭超跑面子裡子都顧到了 真的 一定要 真的 是誰也是 小米亞 我跟她交往的時候她是 有一台 然後又換另外一台 成語都為富二代交往過的小米 超跑節奏已經是家常便飯 而她更特別的經驗 究竟是什麼呢 她 她會讓我拍 那時候考上駕照的時候 其實女生不管上路對不對 每一個女生考到駕照的時候 上路都會不趕 然後我第一次卡上駕照是 第一次上路是晚上 她說 美比你下車 我幹嘛 你坐下主駕駛來 我嚇到 然後她說 你開上陽明山 還上山耶 天啊 然後就 新車給她開 這個對男生來講很難得 買車簡單 但要給她 對 可是這男生車夠多 對 因為車子都是男生的老婆 對 沒錯 每個男人 因為車夠多 真的不在乎你毀掉一兩把 十台啦 隨便選來 不過我跟你講 有的小開啊 她開那個跑車出來 她不見得真的是小開 我有一個女朋友 長得漂漂亮亮的 然後又很年輕 我就說 你為什麼會跟這個男的在一起 這個男的這麼糟糕 她說 沒有啊 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開了一台超跑法拉利啊 我就很高興跟她在一起 開了半年 她的超跑就賣掉了 因為 因為 我說她超跑哪來的 因為那個 他們家有人死了 拿了保險金 她就去買了超跑 然後做生意 一直賠 一直賠 一直虧 我說那你還不敢快跑 所以有可能她的超跑 就是她所有的財產 對 對 還不敢自賠在裡面對不對 對 那這個 還有其他做過超跑的 元祺有 我的話是 就是那時候去她家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她家還蠻特別 因為一進她家的家門 她的車庫就跟車展一樣 鄭元祺的男友 家中超跑 多到像在辦車展 這麼誇張的生活 會帶給她什麼特別的感受呢 對 就像是有一些什麼 就法拉利啦 藍寶堅尼 然後有一台車廂 然後蠻厲害的叫小妞 小妞 B&W冰濕那些 那還蠻特別 就是每次跟她出去約會的時候 然後她都會開不同車來接我 對 會覺得每天都還蠻驚喜的 蠻炫的吧 嗯 所以開超跑是一個 女生會很迷戀的一個點嗎 當然會 超跑是把妹的絕招 連我們在美國想把金髮閉眼的 也是超跑下來 然後一揮手 她說 妳想跟我們一起開派 就上來了 哇 有啊 這網路上都做實驗 就是其實那個男生 對 他就跟那個女生說 他本來就 因為女生說 女生妳要不要跟我約會 女生都不理他 直接直接旁邊那人超跑說 我的車 女生就上車了 就是 好像 對啊 我發現就是說很多喜歡 帶這些所謂富二代女生 她們都就是說 有一個很高級的車子 像Benley啊 Ross Royce啊 然後有司機接送的 她們是很喜歡這種的 很舒適 就是說 好看嘛 到了一個什麼餐廳 然後有人幫妳開門 然後就這樣從一個很好的車走下來 她們是喜歡那種 尊榮感 那種面子的感覺的 尊榮的感覺 真的 你覺得富二代一定都會買超跑嗎 會的請舉券 對 OK 好 于凱 目前擔任造型師的于凱 比大她七歲的富二代男友 交往兩年 在台中 可是有許多豪宅的喔 就是 她一直想要買跑車 然後她爸說 那個不好開 不要買 就是這 都是要 錢然後控管在她爸那邊 對 所以她是想買這個 所以她還是想買 所以她爸不讓她買 所以她也沒辦法去避免這個錢 我遇過一個 我們真的是 真的是數一數二 上市公司建設公司的 然後每次看她來 她如果來夜店 她都是騎摩托車來 而且真的我不誇張 而且她去尋那個工地的時候 都是開著這個 她的這個小綿羊 所以呢 每次一來的時候 就身體上都是傻 然後被婆婆在那邊拍的時候 有這種妹妹比較笨的 像在前面有些幾位 不懂 那你這辣賞 還有走開走開離她很遠 就說你笨笨的 這個身價百億以上 而且都已經過戶到她身上了 哇 重點是有的是還沒過戶的 過戶到她身上 都已經百億 股票都已經信用到她身上 那時候不 不花錢買個 沒有 因為她覺得 因為她第一個她節儉 第二個覺得說 如果我開超跑來的 吸引來的都是一些喉行幫啊 幹嘛呢 對不對 沒有 我沒這樣講 對 所以有些人會看 她不想要那麼高調 其實反而更多 的確 我心裡很感傷 非常感傷 都要救很多人 和 courses 失格 召以下 力根性 想不在 開通